Hello 这东西咱们不能断耕呢 是不是 周六周日可能懒一懒的 平时还是要耕的 咱们聊点啥呢 聊一个上回我吃饭的事吧 上次我说我现在搬到了北京的西边 西六环外 然后呢 我那次去找朋友吃饭 唯一的一次是在东边 对吧 我大老眼去了 花了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这么个状态 那就有朋友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找一个中间点呢 比如说找在西三环 这样的话我走一半 然后朋友走一半 在这吃个饭 对不对 这么看起来其实是对于两个人都很公平的 大家往一个地方走 各走一半 但实际上这样做起来 对于我的认为来说就是两个人都不方便 比如说如果是我去到他那儿 那他是方便的 他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 或者怎么样 总而言之他是方便的 我是不方便的 只不过我不方便的程度稍微多一点 如果他来我这儿 也是我是方便的 他不方便 他不方便的程度多一点 就相对于两个人都去中间点来说 但是呢 如果两个人去中间点 我不方便 他不方便 放在一块儿 就两个人都不方便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 如果不是时间特别紧的话 那我一定是去到对方那里 当然也有朋友是选择来到我这儿 但确实太少了 因为门头楼这边吃饭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找 有吗 有 但是气氛什么呢 包括人家来 回去也不便 我也不好意思 但这种情况还有一个详细的划分 就是 如果说你们的见面仅仅是为了见一下 包括什么签合同啊 这种事见一下而已 那一定是要找中间点 因为这个时候时效性是最关键的 但我们是吃饭的 我们是过去以后跟人吃个饭 然后再回来 所以我的理解啊 我的理解是 可这一个人不方便 另外一个人方便一点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同